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放硬币镇宅 另外在卧室的枕头底下 放钱除了守住固有的钱财 更重要的是招揽更多的财气 那有人一定会问了 为什么是放硬币而不是放纸币呢 由于硬币的形状是圆形的 放着在枕头下边象征着财富的到来 二 枕头下放多少硬币招财 民间中在枕头下放硬币是有极力的具体的 因为枕头是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我们睡觉的时候 头是枕在具有发财寓意的硬币上的 可以让财气和我们的梦境结合在一起 一个好的梦境也是能够提升我们的财运的 最重要的是 在枕头下面放硬币可以辟邪 还可以招财纳服 那么枕头下放多少硬币招财 一般在枕头下放八枚或者是十六枚硬币 因为八协应发 十六就是双倍的发 意思就是发财 三 枕头下两个硬币很吉利吗 硬币代表金额虽然小 但它们也是货币 金钱作为流通最广的东西 被无数人传开 也被百家争鸣的精神传染 再过去 有一种说法 硬币是用来抵御邪恶的灵魂 像现在一样 我们还是习惯在家里挂个五个皇帝的钱 或者是把它带在身上 金钱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正确使用 它有利于人们的财富 两个硬币的风水也是很不错的 只要不是简单的风水都是比较好的 放一个硬币就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说完枕头下放硬币的风水讲究 下面大老给大家讲讲枕头下放什么其他的东西风水好 一 五帝钱 枕头下放五帝钱由党上防小人辟邪旺财 起伏之功效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佩戴钱币党上防小人 辟邪旺财 起伏的风俗 五帝钱是中华民族最具昌盛的五个帝王所著的兼币 因为五帝钱更多的汇聚了天地人之气 加上百家流转之财技固能正上化灾 并兼具旺财的功效 还能够强化主人的自傲 化解自身霉运达到趋吉避凶的作用 二 天然磁石 天然磁石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放在卧室中可以保家人长命安康 在五行风水中 黑色属水 而天然的磁石正好是黑色 家中摆放天然磁石 不仅可以给家中带来残富 还具有保家人安康之意 一般都是将它摆放在床头柜的 如果想将它摆放在枕头下面也是可以的 但是要挑选一个小一点的来 这样对我们的盛棉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也是有着同样的风水作用的 三 葫芦 选择在枕头下面摆放葫芦 其实也是一种旺财的方式 从风水角度分析 在枕头下方摆放葫芦 可以起到招财旺财的作用 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好运 葫芦谐音符芦 自古以来 葫芦就是一种招财纳福的吉祥物 葫芦的形状又如汉字中的喜吉二字 如果把葫芦挂在门旁 在风水中是可以调理家里的集气 是极力之想 有人在枕头下面放葫芦 预示着符芦双全之意 可以让它们能够高枕如幽 从而也能够达到一种 转运或者是旺财的效果 四 生姜片 一般来讲 一提到姜片 人们就会想到炖肉 能够去腥 生姜还有药用的价值 能够去掉身体里的寒气 但是 有谁知道生姜还具有安神的功效 只需要15克左右的生姜切碎 用纱布包裹制止枕片 在生姜产生气味的帮助下 人们更容易睡眠 再也不用担心 失眠多梦的情况出现了 有一个好的睡眠 能够保证一天的精力充沛 这样一来 对失业剧 以及财运的发展 都会产生有力的影响 五 铜钱 整标摆放五帝钱 有党煞 防小人辟邪忘财 祈福之功效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佩戴 钱币以党煞 防小人 辟邪忘财 祈福的风俗 五帝钱是中华民族中 最昌盛的五个皇帝 所出的钱币 因而五帝钱 更多汇聚了天定人之气 加上百家流转之财劲 功能震上化灾 并兼具旺财的功效 六 大蒜 一般来说 家里面最常见的辟邪物 就是大蒜 不仅便宜 而且还能够起到 辟邪涨疾 会为健康的作用 因为大蒜的气味 是辛辣比较难闻 是洋气十足的物品 过去人们认为 很多邪送的东西 都会惧怕大蒜 所以 如果选择放几把蒜在枕头底下 蛆邪护晕的效果会加倍 而且大蒜本身 也有抗菌消炎的作用 对多种细菌 真菌能够起到 抑制消灭的作用 长时间和人接触 也能够给家人的健康 带来诸多的好处 七 桃木剑 桃木剑在过去被当作是 驱邪煞的风水保护 放置在家宅中 有镇宅安家的作用 所以 如果担心自己家里 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非常适合买入一把桃木剑 放在枕头底下 可以驱邪护身 安定心神 十分具有威胁力 放在枕头底下 也会让人安全感十足 但是桃木剑的价格比较贵 如果不是十分需要的话 就可以找一些 其他的东西替代 不光是大的桃木剑 有辟邪居邪的作用 小的桃木剑饰品 同样也有辟邪的作用 八 钟葵的画像 我们都知道 钟葵是智鬼的神仙 如果枕头下面 放一张钟葵的画像 便可以以高枕无忧 安然入睡 钟葵画像不仅能够庇佑 家里的主人 不被邪碎的沾染到 对提升主人的运势上面 也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邪魔不敢近身 身边的气韵 自然就是很好的 做什么事情 都会觉得没有阻碍 就比较的顺畅 不过 购买中葵的画像 也要格外的注定 画幅大小不重要 但最好的 满民家大师 亲手画出来的 如果是一般的印刷品 辟邪的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 九 戴帽 戴帽也是辟邪中 不可多的的宝物 放在枕头下面 对驱邪护身 提升运势 都是有很好的帮助 戴帽的价值 等同于预计 但是 在风水作用上 戴帽的效果就要更好 如果是家里条件好 完全可以准备一些戴帽 放在家里 可以阻挡很多 不干净的负能量 入侵家里 而且戴帽的价格 又比较贵 也能够给主人 带来一些贵气 给人的财运有所帮助 身边也不会有 什么小人作祟 但是戴帽 非常容易买到假货 假货是没有任何 狙邪的效果的 要注意甄别 十 狗牙 狗牙也是家里 最常见的狙邪的东西 很多人都喜欢 在端午节的时候 佩戴一个 但是 如果真正的 想要长期的发挥 狗牙辟邪的效果 应该是随身佩戴的 早上带着出门 晚上回家的时候 就将它放到枕头底下 狗牙不仅能够辟邪 还能够增强人的灵敏度 让人提前感知危险 你要知道 狗可是看家护药的好手 随身佩戴 也能够随时的 护佑保护主人的安全 不论是不干净的东西 还是一些小人都可以阻挡 十一 皮胸 把皮胸放在枕头下边 是可以帮助招财的 在民间的说法里 皮胸能招财 能辟邪 还有一些人 为了改善风水 也会犯皮胸 但是必须是 开过光的皮胸才可以 吉兆堂的皮胸 正宗的寺庙开光 可以帮助聚财 招财 皮胸是有灵性的物品 正确使用 有利于人的运势 其实犯皮胸的主要目的 还是在于招财 除此之外 对人的身体 也能有好处 能帮助进化自财 很多的财富是很多人 想要实现的目标 抛弃选大理想 钱财能够帮助到 人们生活的翻翻面面 想要起到招财的光项 家具风水得变好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 在枕头底下 放很多招财的风水摆件 来促进财运 那么 放在枕头下的东西 有哪些风水讲究呢 接下来大佬就跟大家 具体来说说 1.什么东西能放枕头下边 1.枕头下面放硬币招财 在枕头下面放硬币 是最稀采的方法 并且另外 据说还有安宅的作用 民间有说法指 如果认为房屋不稳 可以摆放硬币 起到稳固的作用 这样可以起到 镇宅辟邪的作用 特别是同村人 盖房子之后 基本上一定会在枕头下面 放硬币 以便稳固防护 他们希望在枕头下面 放硬币 可以招来财运 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 只要能够帮助他们增加财运 他们可以说是愿望实现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招来财运的话 就在枕头下面放钱嘛 这样一定可以改变 一些自己的财运的 2.枕头下放五地钱招财 枕头下放五地钱 由党上防小人辟邪 望财起伏之公众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佩戴 钱币以党上防小人 辟邪旺财起伏的风俗 五地钱是中华民族中 最昌盛的五国帝王所著的钱币 因而五地钱更多汇聚了天地人之气 加上百家流转之财气 故能镇宅 化上 并兼具旺财功用 还能强化主人自傲 化解自身霉运 达到趋吉避凶的作用 3.枕头下放红包旺财 在中国 红色象征着富贵吉祥 金钱代表着金色象征着财运 在枕头下面摆放红包 是传统的习俗之一 也就是开运的一种途径 枕头下放红包 旺财而且还会使得 我们的运气变好 晚上睡前在枕头下准备红包 表示红运当头 预示着全年财运横通 并且红包预示端正地放在枕头下 预示象征着家宅能够平和安定 红包里边的钱不在乎多少 这对风水没有什么必然的影响 4.枕头下放生姜 人们常切姜片来炖肉 能够取形 生姜还有药用的价值 能够驱散身体里的寒气 但是又有谁知道 生姜还是具有安神的功效吗 只需要15克左右的生姜切碎 用纱布包裹于枕边 在生姜产生的气味的帮助下 人们更容易睡眠 再也不用担心 失眠多梦的情况出现了 有一个好的睡眠 能够保证一天都精力充沛 这样一来对事业运 财运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5.枕头下放天然磁石招财 天然磁石对人的身体健康 有很大的好处 放在卧室中可以保家人长迷安康 在五行风水中黑色属水 而天然磁石正好是黑色 中摆放天然磁石 不仅可以给家中带来财富 还具有保家人安康之意 一般都是将它们摆放在床头柜的 如果想将它摆放在枕头下边也是可以 但是想挑选一个小一点的来 这样对我们的睡眠才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且也是有着同样的风水作用的 6.枕头下放狗牙 自古以来狗都是邪物比较害怕的一种东西 狗能够看见不干净的东西 而且狗血还具有曲邪的作用 狗牙同样也是如此 想要拥有好的睡眠质量 梦里没有可怕的事物 就可以将狗牙放在枕头底下 同时狗牙还有镇宅的作用 基本上邪物是不敢进入到卧房之中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狗牙要做好消毒工作 否则放在枕头底下也特别不干净 另外购买渠道要正故意 不要做出一些残忍虐待动物的事件 否则将严重打击到自身的运势 其枕头下放葫芦 风水学认为 把放在枕头下葫芦最旺材 葫芦具有福禄的谐音象征 自古以来 就被当作是招财纳福的迹象物 葫芦的形状 犹如汉字中的喜极二字 故葫芦若挂在门旁 在风水条理中有喜气临门 极力安全之象征 枕头下放什么最旺材风水号 有翻盐葫芦与福禄谐音 架之葫芦刚好有两个突出的部分 古葫芦预示着 葫芦双全之一 枕头下放什么最旺材 葫芦可以让我们能再安枕无忧 旺材均转 把枕头下放铜钱 在我们的枕边摆放五地前 有着挡煞防小人 辟邪旺材起伏的效果 中国民间自古就有着佩戴钱币 来挡煞防小人辟邪旺材起伏的风俗 而五地前则是清朝最昌盛的五个帝王时期 所铸造的钱币 因为五地前跪拒了很多天地人之计 加上百家流转之财计 故可以镇宅画上 并兼具着旺材旺运的功用 九枕头下放陶木剑 在枕头下面摆放陶木剑 是可以起到辟邪忘运的风水作用的 因为陶木剑本身就可以起到镇宅辟邪的效果 携带陶木剑的人也可以终究一生的政绩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卧室里边辟邪的话 那么就可以在枕头下摆放一些小一点的陶木剑 这样便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还能够辟邪 10.枕头下放实用大蒜 如果我们不舍得花钱选择陶木剑或者是天然纯玉的话 那么也可以选择最为便宜且最常见的食用大蒜 把食用大蒜放在枕头下边 不仅可以辟邪 还可以防止一些蚊虫的靠近 因为食用大蒜的味道和气味是很多蚊虫都不敢靠近的 当然这些气味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因此需要谨慎摆放 2.什么东西不能放在枕头下边 1.镜子 平时很多女神喜欢照镜子 睡觉前照完之后 会把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放在枕头下边 这样是会破坏自己的风水运势的 而且还会带来邪迹 镜子阴气中 放在枕头底下睡觉容易遇到倒霉的事情 尤其会影响健康以及神际菌 导致免疫力敌和朋友或同事闹矛盾 2.卫生用品 卫生用品带有晦气以及乌气 而枕头是睡眠的工具 会形成对冲 特别是一些女神喜欢在枕头底下放卫生巾 纸巾等 会给自己带来霉运感情不顺 身体疾病多的 而且这些东西放在枕头下容易繁殖细菌病毒 不利于健康 容易使身体上患有炎症 麻烦治疗 3.梳子 很多女生都喜欢把梳子放在自己的枕头下边 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为了自己方便考虑 可是他们却完全没有注意到 这样做的最终后果 是让自己卧室的风水变得奇差无比 最后让自己陷入霉运当中 4.剪刀 剪刀枕头底下放到很容易做个梦 梦到轻人离去或者是自己意外死亡 或者被鬼魂追等等 真的一点力处都没有 所以不要听一些老人或者是别人 说枕头下放到能转运 相反它可能会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压迫和紧张 5.手机电脑 枕头下面最忌讳的就是放电子产品 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等 这些东西虽然面积不算大 也不算很重 但是放在枕头底下容易产生辐射干扰 会影响大脑休息 甚至会对脑部有一定的损伤 而且这种物品比较硬 放在枕头下边睡着会非常的不舒服 严重影响精神状态 6.毛绒玩偶 小孩子都喜欢把玩偶放在床头前面 但毛绒玩具的表面极易隐藏灰尘细菌 甲醛等有害物质 还有一些三无的毛绒玩具 都是用有害的化学纤维进行填充的 长期放置中一使人出现流泪 红斑皮肤感染等疾病 其香水 香水中含有着800多种化合物 香水中等 零本二甲酸二胰脂被移致癌 也可能导致生殖系统混乱 所以不要在床头长期放置香水 8.靠枕 很多人喜欢将靠枕放在床头睡 这样会减少床头的空间 给人造成一定的空间压力 降低舒适睡眠的环境 其次 靠枕中隐藏的一些病原微生物 满虫灰尘容易被吸入呼吸道 诱发支气管疾病 9.闹钟 从小我们的枕头标上就有闹钟 但是不管是现实还是风水中 放一个闹钟都是很不合适的 闹钟对于我们来说十分不好 睡觉的时候突然有闹钟把我们叫醒 不会让人清醒 反而会对身体运势不好 能够招财相信是不少人都梦寐以求的 毕竟财富可以说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 所以千万不能随便在枕头下放东西 放错的不仅不会忘财运 还会给自己引来灾火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